有一个西方科学家 切了一块鸡的新鸡组织 放在培养的一些东西当中 说跳了20年 现在有一家美国 反正西方 做人造肉的公司 今年5月2号上市 26个交易日内 这个股票涨了将近6倍 这个人造肉 不是那个豌豆 大豆 不是植物蛋白 然后我查一下资料 我就不可思议 说是1912年 有一个西方科学家 切了一块鸡的新鸡组织 放在培养的一些东西当中 说跳了20年 就这起了这个头 我还查到 1931年 秋节儿 英国那秋节儿 就是说50年后 我们要吃一块鸡翅膀 用不着真的去养一只鸡 杀一只鸡 我们可以培养出来一块 就所谓 然后你知道 就是2012还是2013年 这小星老师 您给我们讲讲这个 这知识 这个你来讲 还是你来讲 就是说啊 真的 造价33万美元的 人造牛排 它就是取动物的这个活细胞 放在培养品 其实是一种试管肉 然后就有了 现在有了 有了之后呢 你知道这股票上升吧 投资这个人造肉的 有一个人大家都熟 比尔盖茨 然后说拿了一块鸡 然后说这个比尔盖茨品尝 比尔盖茨的评价就是 惊喜 Oh Surprise 为什么 但比尔盖茨不靠谱的 他的品味 对 因为比尔盖茨 咱都知道人家境界不一样 比尔盖茨还有一句话 就是要把全世界所有的牛 组成一个国家 将会成为什么第三大什么气体 那个那个污染地球的气体排放国 对吧 臭痒 所以说相比之下呢 还是中国的一个网上的视频博主 他呢据说做了一个实验 就把这个真的这种人造的这个肉 和那个真实的那个肉放在一块 他的猫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你说这说明什么 这就是其实就是风味 怎么讲 我们现在的科学唱名啊 他可以做出来人造的肉 但是呢 他解决的是你的营养的问题 但是他好吃与不好吃 这不是他考虑的最主要的问题 那么我们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 是我们除了关注他 能不能给我们提供动力 更重要的是 我们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 还能有愉快的感觉 那这就这种风味的东西 是要靠时间 靠它的生长 靠它吃的食物水等等的 才能够出来 不过这一点啊 倒是可以这么来看 比如说前几年国际厨界 很流行做分子料理 分子料理的基础其实是科学 是用科学重新检讨 所有烹饪的原理 到底背后的科学根据是什么 比如说以前我们煎牛排 传统的讲法都是 先两面快煎 让它结晶化 让它锁住里面的肉汁 锁住水分 然后再拿出来 以前都是这么讲 那么可是分子料理 跟一些学者的研究 就是到底为什么这么做 它是不是真能锁住那个肉汁 它是不是真有道理 然后做种种研究之后发现 其实要做到同样的效果 我们可以用别的方法 也能做到类似的效果 不一定必然要这么做 好 所以再进一步研究 就可以研究 所以块肉 我们吃到嘴里面 我们为什么觉得它好吃 我们觉得它好吃 其实是我们舌尖上的 一些的化学反应 那只要把这个化学反应的机制 理解出来之后 我们能不能够用别的材料 来重组 这种化学反应的发生 那么因此现在人造肉 其实是往这个方向走 就到底我们吃一个东西 觉得好吃 它的理由是什么 你觉得这个东西 像肉的质感 它像肉的风味 它那个味道来自哪里 假如我们能够用科学手段 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做到的话 有没有可能达到 比如说您都觉得 这也果然是有风味呢 你要这么讲 那我比你还会幻想 也不见得是科幻 你要是这么说 它还不够极端 那该极端将来这个人工智能 直接刺激你大脑里的 味觉感应的神经 有可能的 让你产生那个感觉 你还不用真的吃了增肥 这的的确确 比如说现在很多厨师 在我看来 我个人不太喜欢那个路子 就有些厨师 喜欢强调刺激五感 包括一些很红的厨师 比如说一边吃的饭 还给你播段影片 要听的什么声音 身边的光要怎么样变 温度要怎么样变 因为他们相信 透过这些 声光环境的变化 都会影响 你的味觉判断 那有了 其实这也已经很接近 于你刚才说的那个状况 它在调控 但是小青就失业了 不会 不会 是变化 是演化 对 那是个表英文 气得讲英文 我感觉我刚走入一个 真的有哲学文化的一个环境 太兴奋控制不住 就会讲起英文了 其实我觉得 两位老师说的确实是有道理 最主要的对我来说的问题 就是 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就是解决吃饱的问题 就是人类 动物类 所有有生命的东西 是最基本的一个需求 对吗 但是解决这个 满足这个之后 那如果全就是 其实我听说一个科学家 就说 没有必吃的东西 只有必吸 必须有吸收的一些 营养的 对 矿物质 维生素 什么 这个是你身体 就是我们能 检查出来 是比较正确的 你需要多少这个 多少那个 每天 每年就可以继续生活 他说有点拆着吃的时候 他可能就习惯了 就在五星级酒店吃的 就放的嫩肉粉的 比较多 一口腰的 五星级酒店 就放嫩肉粉的 你比如说 说美国是个移民国家 当年都是世界各地的移民 到这里 我后来看一些资料 我才发现 肉是吸引他们的一个原因 因为美国这个大草原 那它太 包括后来这个玉米 它养这个牛 羊 就是说18几几年的时候 一个爱尔兰人 给老家写信 说我在这每天都能吃到肉 然后老家的人给他回信 说下掰不可能 就当时这个肉是吸引移民的 但是我请教你是什么 就我去美国的时候 没有你这样的带路 我觉得我没吃好 所以留下我一个感觉 我觉得美国的牛肉 给我留下的印象不太好 我觉得比较柴 因为到后来 我又后来到日本 我就吃到了这个 所谓的那个和牛啊什么的 哎呀 那个真是一咬啊 那个入口即化呀 枝叶四溢呀 你喜欢吗 很香啊 美国的那个 当时我吃的那几家 我怎么都觉得柴啊 吃就是文化 你吃的时候 你寻找的那种口感和感觉 是一个样子 但是别人就你刚说的 你觉得好吃吗 其实有一些人比较喜欢吃瘦肉 前一段时间 我也给一个朋友做一个牛排 也是美国的牛排 然后吃的 我觉得这就是顶级 几家级的那个牛肉 然后他就说 我我我每一道菜上网之后 我就会问你觉得怎么样呢 然后他就说 其实说实话就这样的 然后我觉得那一方面 他说有点拆着吃的时候 他可能就习惯了 就在五星级酒店吃的 就放的嫩肉粉的 所以就说的就是确实是你没习惯 就像这个东西 之前我在成都酒店做种厨的时候 我们经常就给美国领食馆 做这些东西 一个顶单就集食个几百个 这个东西 人吃的特别开心 特别香 就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个 放在你的自助餐台 放的时候 发现就是收盘 基本上没人吃 还是吃一口就放在那 就像都老是 就吃一口就放在那 总会说为什么 也不是太甜的问题 没没 不勉强 就是说这个东西 不是太甜的问题 他说我问了我的服务员 为什么为什么不吃的 他们员工就剩下的东西 你随便可以吃 带回家 他们就不吃这个 就是给我感觉肉贵 肉贵者就是西南地区 就是要么火锅 要么就是这个五香卤水的东西 给我的感觉就是在腰铺 吃个饭 就是这个太香了 所以确实要做这个东西之后 我就是要修改它的配方 我就说小青可以跟我们讲讲 你说这个肉 咱们觉得什么肉柴 中国人和西方人 东方人和西方人 对肉质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怎么说 你比方说我调查过 别说我们每一次做美食节目 我们都会有红烧肉 就是这个中国人就会特别热爱这个红烧肉 尤其是肥而不腻的部分 不够急化 但是我的好几个欧洲的朋友 或者美国的朋友 他们有的可以接受 有的就觉得这种像哲力一样的 没有质感 就这个口感他觉得太乱了 他觉得这个我接受不了 太肥了 这个我不习惯 这个我不习惯 所以同样管 这个你比如说牛排 那他们喜欢吃这种瘦比较瘦的牛排 那我们就喜欢吃 像和牛啊 像澳洲的那个安格斯牛肉啊 就这样的小牛啊 喜欢吃这样的牛排 其实也不一样 对 煎的熟与不熟也不一样 瘦肉就一定柴吗 吃着 不一定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如果你煎的火候 就是或者说他是 我们说的三分手 就是middle breath 那他就不柴 他确实不柴 但是呢我们 我们经常我们的 比如说我和我同事也去美国拍片 那他就会要well done 或者是over done 他怕就吃生的就不舒服 他吃的 他看到雪 他就会不舒服 那这就确实是很差很差的 而且这个是跟你春芳这个牛肉的方式有关系 其实中国的牛肉确实是挺新鲜的 问题在这 他就是刚杀头牛就放在菜市场 那就是新鲜的牛肉 那你吃这个时候 就是没有足够的时间 就可以把肉里面的煤就把它单白质 熟成 它没办法熟成 对 对啊 烫就是肉的专家 你觉得美国的牛肉和别的地方的就是有名的牛肉有什么不同吗 你看这个火腿 他说的意大利的火腿西班牙的火腿 其实美国也有火腿 很长时间历史的火腿 但是这个就是用猪 盐 时间 传统的方法就是这个 甘肢的那个方法 但是最后做出来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 猪吃的东西 那个师傅的那个技巧 它的方法 还有空气里的军 对就是地理位置带来的那些 就是水土的那种风格 还有它的影响 这个会影响到最后的那个东西 你看北半球 西班牙 意大利 中国 美国 都有火腿 特别奇怪 而且那个 他们没有商量过 他们时间也都差不多 美国的火腿稍微晚一点 因为它国家的历史短一些 但是美国在华人超市 你买一个金花火腿上面写的 然后第二期会写 Made in Virginia 就弗吉尼亚厂的金花火腿 跟这个一样呢 他就很很有趣 这个不是阿兹塔克人 叫四川云南贵州人 怎么做这东西 他就看同样的一个食材 就有同样一个灵感 要不我就 因为就是最早按我理解 就是烹饪料理 饮食文化 这些背景呢 都是从储存食物 解决储存植物的一个 一个源头的开始 我们多余的时候 就什么都有 我们就是枯萎的时候 还是不应激的 还是动物裂不到的 那就挨饿 对吗 烤完了之后 刀一划 就能蹦开的 真的 肥肉都是减实的 这个形容 这个鸡肉一直在运动 所以这些总会影响到它的味道 这种感情 以至于我觉得 到底是错觉还是正觉呢 就是我觉得我小时候吃的肉 比今天吃的肉香 在我记忆当中 那就是他生长时间长 对 以前的肉就比现在好 那这个都不用解释 就是他舍不得杀 要养一年才能杀 但是你没有发现 你拍了这么多节目 去这么多的地方 采访过这么多的人 你问一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 我感觉是全部都会说一样的 我小时候的东西比现在的更像 对 是我们的味觉退化 我去采访中国很多小地方 我想了解这些民间的小吃什么的 也会问的 你觉得现在和以前怎么样 现在的没有以前像 其实有一个人给我解释 也说的挺有道理 他说小时候我们的选择很少 而且我们就很难的吃一顿饭 就像我一个经纪人 他就说 昨天晚上我们吃鸡 然后就是你这个鸡怎么样 他就说 其实我还记得小时候 就是过年的时候 才可以吃一只鸡 那个时候你就会想念 整个一年 过年的时候就可以吃 过年的时候就可以吃 对吗 然后现在你随便都能吃 就像你 你很难的见到一个人 还是去一个地方 你就很珍惜这个机会 就觉得是非常宝贵的 然后如果你随便都能玩的 那你就觉得淡了 就没太大的意义 不过我觉得还真的 这除了是这种感情的关系之外 记忆的在作用之外 也确确实实 现在很多东西的养殖跟种植方法变了 肯定是变了 尤其是中国 可能变得更 非常厉害 更猛烈一些 那说个最简单的 就是我去内蒙 我的同学说我 哎呀 这次你就两天时间 我没时间带你吃羊肉 不是 这个胡吃到处都是羊肉 不是不是 这是你们 大城市吃的羊肉 我们要吃牧民的羊肉 牧民羊肉就是解养 就是过了一年以后的养 牧民自己吃的 它会 它的风味物质就会更多 你比方说 你要去甘肃 有甘男的羊 它生长期特别慢 它要三年才能出来 牛要五年才能出来 那个羊肉 那个不吃羊肉的人 那个餐厅都进不去 那个羊味就会非常非常的重 这个可能就和它生长期更长 有很大的关系 而且呢 生长期尝了它的肉是 是特别的 那个连肥肉都是紧实的 真是烤完了之后 刀一划 就能蹦开的 真的肥肉都是紧实的 这个羊肉一直在运动 所以这个就会影响到它的味道 很多方面的 但是你说的就是 现在泥土的营养情况 也变了 不一样的 然后就之前 我看了一个厨师 Dan Barber 在美国也是像 让所有的客人 还有社会 我们重新来考虑 就是我们对这些 种地的人 和他的食材的要求是什么 他就专门跟一些农民 合作就说 我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然后农民就是 你想种什么样的东西 他说 就是味道种 可以变小 可以长得慢 但是主要是 它的味道和营养 然后那些人 回答的都是一样的 从来没有人 给我们这么一个要求 要么要求我们长得快 要么要求我们就是 长得大 或者是可以避免一些 一些病类的 从来没有人要求我们 种一个东西 就是可以 味道 很完美的 就是比如说 这个番茄的味道 比番茄更有番茄味道的 从来没有人 给我们这么一个挑战 是不是很奇怪的 就是原来我们 我们要求的就是 我们吃的食物的质量 我们考的就是质量 营养呢 你可以吃这么一小块的肉 但是肉很香 营养很丰富 然后蛋白质房 这肥瘦比例 什么都比较完美的 你也没必要吃这么大一块 当然 所以这个确实是 我们的要求变了 所以你看我们在香港 我们喜欢吃东西的人 常常讲一句话 听起来像废话 鸡有鸡味 对 菜有鱼味 鱼有鱼味 这不是废话吗 但你真吃 吃得多你就发现 现在真不是鸡有鸡味 真不是菜有菜味 比如讲鱼 比如说我们香港 广东人那么爱吃真鱼 你现在随便 我们有一种鱼 我们很喜欢的 原来香港人叫三刀 三刀这种鱼 蒸了特别好 但现在养的 我们叫蒸三刀 蒸补的跟养的 那个摆出来 你蒸蒸看 就完全两回事 就你觉得是根本 那个养的 就不能上台面 我不晓得 怎么跟你形容 比如说新鲜的 野生捕获的三刀 蒸的刚刚好的时候 你是隔着几丈远 都闻得到那个鱼的香味 然后那里面那个肉 一夹起来 里面那是有油 在慢慢渗出来 还是脂肪 这个也是为什么 厨师我们的那个基础 和我们培训的方法 也得改变 就是让你看 原来原美写的那些东西 就随人事弹的 他就写 你怎么调一调鱼的 就是他肚子 有什么样的白 什么像血一样 现在你要这样去 才是像一条鱼的 你完全没办法 按照这个说法 来选它的食材 原来你就拿一个东西 就说 这个苹果好不好 现在你没办法 你之前就像 我姥姥 或者我妈 我爸 他原来小时候 就选了一个东西 现在你没办法 考这种选法 你选不出来 什么东西是好坏 你看就是我们的水果 就是有椰子的因 就是因为它加工的 让它守得快 因为如果它不是 这么一个颜色 人不会买 所以随着快熟 风味在失去 在流逝 我记得他就说过一句话 说中餐是人吃饭 西餐是饭吃人 是吗 我这么说过 你觉得这么多年 你在中国钻研下来 西方人和中国人 吃你觉得有什么不同 有对比的地方也挺多的 但是相同的地方也挺多的 先说一个有对比的 我其实这个就是所有的菜一次上 因为分餐和 对分餐和就是集体的和隔体的文化 确实是从中国你就看控制理论什么的 就是和谐 和谐很重要 家庭和谐 城市和谐 就是全国和谐 什么和大自然 和谐给我带来的影响 这个概念的 就是每一道菜 这些东西就像切配的 少得快可以给很多人吃 用筷子就是比较方便的 而且是圆桌 但是西餐呢 就是比较个体的文化 他就觉得直接跟他上面的一个 呈现的关系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个物质上的世界是假的 对吗 你就是盘子上吃的东西 我爱吃什么 我选什么的 那就是有我自己的餐具 比如说高档的 你说密西林的餐厅 你有这么多的酒杯 水杯 葡萄酒杯 香槟杯 博尔多杯 然后有这个盘子 有这个茶 沙拉的茶 你如果有一桌的那个盘子 也不现实 你把煮菜 开胃菜 甜点什么的 所以看起来就不是很丰富的 你这个就能跟文道对话了 我记得他就说过一句话 说这个中餐呢 是这个人吃饭 西餐是饭吃人 是吗 我这么说过吗 我给你俗话了 你这话怎么说的 因为西餐呢 它是这样 中国人喜欢这种自由 就是说西餐的话 比如说我们吃的时间长 不是我们来决定 是厨房来决定 比如说如果我今天这个餐厅 像有的很夸张 我二三十道菜 一点一点一点慢慢上 那你吃三四个小时 你不由自主 那中国人是怎么样呢 比如说我们做下 我们也点了一桌菜 吃吃吃 其实呢你半小时吃完也行 但我们偏吃它四小时都行 对啊 就比如说我吃的吃的还是拿去热 然后或者说你这个再点个什么来 西餐你不太容易 比如说先点好了 还不会再加点 不太有这个东西吧 享受的方法完全不一样 这个其实东方和西方的这种差异 可能是从有一个更具象的例子 就是小麦 小麦大概人类一万年前驯服了小麦 九千年前开始往东往西散播 那到东方的时候 你看遇到的更多的是水 蒸汽啊 面条啊 馒头啊 往西方去都是火 就是东西方的这种文化 是不是有点水火 水火相济 对 就是就是有点有点不一样 它可能确实是这样 刚才说到这个餐饮的格式 其实也是这样 那那西方的中国吃饭教 饭不语 就是吃饭不说话 传统是这样 传统是这样 成祝旅学 就是宋代以后 进步是这样的 那西方恰好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的机会 它 那基督教里面的分面包的仪式 就叫communion 对 就是communication 就是交流 对 就是从分面包开始的 它跟吃有非常非常深刻的关系 而且呢 和人吃饭也是用这个说法 我跟谁break bread 就是把面包摆开的 对 那就是吃饭的意思 对 而且你看 这个中国话 不是讲究一个散点透视吗 小青可以讲讲这个理论 就说中国菜摆上桌 也有点像散点 对 没有透视的 是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竞争的 基本上 那西餐呢 西餐是肯定有一个线性的排列 怎么叫线性排列 就是肯定是 先是什么 它是所有的围绕着一个主菜来进行 就像一个音乐一样的 要有高潮 对 高潮的地方 其实中国人也不是讲究团圆的 对 一个圆桌 没有具体的开始 没有具体的结束 就是一个圆 就是不同的那个观点 就像我们这个圆桌 一样的 不知道 不知从何而起 又不知聊到哪里去 对 不过这个在西方 也并不完全是 一定是这样 或者从来都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 现在我们所说的这种 油钱菜 一直到甜品的这种 分餐 就分一道一道 排子上 其实在西方的名字 这叫做俄罗斯市 他其实是后来 才固定下来 以前很早的时候 也的确有过 什么菜都上来 但那个菜上来 不是共同摆中间 比如说是贵族家的话 他是有用人 轮着走过 然后你自己夹一块肉 放自己盘子里 在唐顿庄园那种 要不然你看意大利 或者西班牙到现在 都还有这个习惯 家庭聚会 也是一大桌 也都全都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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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